希望马卡这场比赛能够证明一下 他其实打神族也很强 其实马卡在我们的比赛中 出现打神族的比赛比较少 好像我记得唯一一场打神族就是 就是打Sofre 然后被Sofre搞贵了 他不是打英卡也是2比3输了吗 对打英卡也是2比3 至少我倒忘了 其实马卡他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总是会打着打着就去医院了 所以说不行了 所以说前面的发挥很好 一般都是领先 然后后来就输掉了 对吧 所以说但是打 但是今天打 他是没有不用去医院的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马卡 是怎么样来展示自己的实力 好了 我们前奏也到此结束 我们来现在来看 关注一下这场比赛 这场韩国内战 确实我觉得世界杯这个举行到现在 最近踩的比赛还是韩国人之间的内战 这个不得不服 韩国星期二的水平没想到发展的这么快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我们韩国区的预选赛 世界杯韩国区的预选赛 这个精彩程度绝对不亚于政治赛 只是说可能没有其他国家的选手参与 关注度没有那么高 对吧 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去看一下 有时间的话 这里好像有点卡 有点卡 但是如果是只是你这边卡的话 那应该是没有问题 感觉好像我们登陆美孚好像真的比台服的网络顺畅一点 你发现了吗 因为美孚现在是一个下午时间 可能上线的人不多 或者是早上时间 对 而台服现在是一个周末 今天星期五 玩的人很多 时间也比较的接近对吧 所以说可能会比较卡人多 荒漠绿洲这张地图 神主可能会使用一个虚空剑的打法 当然只是可能 我们其实 我其实也蛮久没看到顶尖高手的TVP了 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打了 但是我其实看Maka的录像看的不少 Maka打神主一点都不弱 我看的也不少 都是看打虫主 Maka打神主 以前我看他那时候很奇葩 都是雷神 对 雷神啊 然后 都是大家不用的兵种 感觉上就是打不 很垃圾的一个打法 结果他总是能赢 好 封七框 Maka刚刚那排 是被小T封了七框 Maka这盘就开始封 封同胞的七框 他是最大限度的封七框 因为封的还剩五的血 然后就干别的事情 待会这七框继续爆点 还是比较合算的 两个龙命汉 这样经济上已经是有点赚了 三个龙命汉 好爆料 爆料 非常快 这些韩国选手的这些细节 就可以看得出来 爆料的第一时间 就是拍下第二自己的计划 对 而且他爆也是只有十滴血的时候 他才爆 对 是浪费你这边是最大的时间 好 肯定是追不死我的 好 你这个龙脊要出来 我就走了 时间把握的刚刚好 一些细节方面 韩国选手是做的真的是 堪称完美 对 在战术没有完全克制 对方的情况下 拼什么 就是拼戏 好 在这边尝一下 翻戏的好像三次 第一时间造了虚空剑 虚空剑在下一个版本里面 也会经过一个削弱 射程会由七变成六 这个削弱也是 也是应对一个PVT PVS和VR都造 也是因为PVT 所以说是削弱了 我觉得其实没什么必要削弱 当然你 你有暴血大神厉害 神族现在也不算强了 你从这个种族对抗来看 人族是 一些科技是 那个消耗 消耗率减少了 嗯 也是一个人族非常喜欢看到的一个消息 气氛机和血量 加密血量都削弱了 100100 对吧 稍微便宜了一点 嗯 其他好像没有什么大的改动 好 一个追踪者是卡住了路口 好 第一个虚空剑 已经出来了吗 出来了 他可能是 先要去 就是说 稍微侦查一下顺便 骚扰的同时 顺便侦查一下 好了 雷车直接上去 杀掉了一个农兵刚才 我们看到 雷车直接上去了 那肯定是看光了 杀掉了一个农兵 那也没有什么可以 这个位置 好像看的东西 好 虚空剑是直接往对方家走 这个位置没看到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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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卡 卡 好 很聪明 这两个放枪兵的话 就没什么问题 好 升级了阿凡达的隐形 嗯 第一个是 怎么来对付这个 虚空战舰 我们看一下 安妮破的虚空战舰 好 这个安妮破 这边是很可怕 很可怕 现在虚空战舰 哎呀 这些应对 非常漂亮 直接放一个地宝 对 这里 我不给你这种 这种秀操作的地方 地宝是能够 让你这个 机枪兵的射程加一的 对 直接不给你 秀操作的机会 可怕 安妮破的操作 是确实好 你看 这怪不得 射程要削啊 你看 你看这确实操作好 你觉得 你看 你看 现在很麻烦了 一辆虚空战 这有点假呀 这一辆虚空战 这个虚空战 真的不是修复的 哎 你说 就一辆虚空战 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呢 杀掉 你看他杀了多少单位了 六个单位了 哎呀 七个 七个 天哪 八个 八个 好的 八个 这安妮破 还要打一个矿罗吗 哎呀 哎呀 还没打到 哇 天哪 妈妈这已经亏大了 这 这 我现在知道 抱歉为什么要学虚空战 真的知道 大家也看到了 在韩国顶尖高手手里 虚空战是用成什么样子 对吧 这马卡差点被打死了 对吧 真的 嗯 马卡其实他应对已经非常正确了 第一时间在这边造一个地堡 来增加机枪兵的射程 而且是避免机枪兵受到过多损失 反应的确是非常快的 非常快 但是 但是可以看出来 安妮破这边的操作确实是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我今天下午还说 这个 对于每一个距离的把握确实是非常精准 我今天下午还说 小T凭借操作 我觉得 PVP内战能赢 安妮破 但是你看到了刚刚 安妮破的虚空剑操作 我觉得就是一个档次的 就是一个档次 对 就和小T一个档次 小T现在看直播 真的不是一个档次 这个我不会 我不这么认为 其实小T的操作 你可能没怎么看魔兽3的一些比赛 小T魔兽3的就是以操作建场 打得非常有观察性 好了 那我现在非常期待 但是小T网络有点悲剧 这就很尴尬了 你这个后面补了这句令我非常不高兴 我希望小T也是经过中间两场比赛的时间 一个调整好自己的网络 好 开矿 开矿 这个不开矿没法打了 马卡这边细节其实处理的还真不错 对吧 确实不错 刚才那个地堡放的那个位置 我其实我觉得 一个虚空剑而已吧 干嘛要放地堡呢 这么快就放地堡 后来我才 后来我才知道 这虚空剑原来这么 我今天 我今天之前 我还真不知道一辆虚空剑能够 当然你说到细节 我觉得马卡这边细节 有一个地方没处理好 就是他机箱兵要提前往这边站 打掉了吗 打掉了 好 非常快 看到这个空气在流动 就不给你 马卡的眼睛 没看到 马卡虽然说他头像上 他看起来眼睛不大 没想到他眼神这么好 对 马卡虽然说身体不怎么好 你不知不觉 二框开好可以运作了 马卡他那个 虚空剑他刚刚虚空剑的时候 是从门口调回来的 就是说距离非常远 让这个虚空剑 是得到了一个攻击加速的过程 所以说去打这个二阶的加速 加速 那个加速好的 这个 这个光线 就是就是要非常吃亏了 只造了一辆虚空剑 就造一辆虚空剑 这已经赚够了 为什么 因为对方开始造围巾了 对吧 你就 如果有围巾在 你的虚空剑就 占不了什么 太多便宜 而且那个地方 马卡已经造地宝了 地宝取消了 他准备了 马卡准备选择一波出击吗 经济方面 anyport要领先 但是我们 人口方面 人口方面就差不多 马卡要多一点 差不多 这个其实是一个档次 好 电兵 这看样子 可以看到一场大规模的这个TVP 现在马卡这边是要抓一个timing 你看这个anyport也有点坏 他能续 马卡感觉是真的很喜欢用度压 度压 必须要 马卡必须要度压 现在度压出来了 你就是意味着 神族的这个ob是没有任何生存空间 凤凰暂暂停 这应该是 侦查 甩的非常漂亮 但是凤凰战机 对于轻价有个加成 好 还得到凤凰战机 准备 对于重价 还是没有太多的伤害 他造成我们的凤凰战机 是干什么呢 凤凰战机 是要抢了一个制空拳 有点假 凤凰战机 去抢制空 双方的运营 都是一个档次上的 可以看得出来 的确是两名顶尖的韩国选手 对吧 anyport 其实很多人觉得 anyport是韩国最顶尖的EPC神猪 其实我觉得他相比SSKS要稍微弱一点 根据我看他的录像 SSKS应该感觉上比他要强一点 果然随着 随着anyport这个二矿是起得比较早 所以说他现在经济上已经开始领先 对 在人口上也是超越了马卡 这个凤凰战机来是干嘛 抬一下 抬一下你造建筑的农民 骚扰一下 你造建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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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造建筑的